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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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張德成 我在CSC中衛是擔任營運上一個職位 所以是代表從銷售、品館到申館等等 都是由我這邊回去做一個主導 那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其實我們彩色口罩大概在三年前就已經上市了 也不是說這一兩年 差不多三四年前 那其實在這整個路程 我們是有做一個品牌的一個轉型 然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大概會分幾個階段 那首先我會先大概介紹一下說 我們以前的經營方式 然後再來會跟大家介紹我們品牌重塑的這個過程 那後面會再介紹說我們品牌重塑後 然後我們所產出的一些效應 那最後才會來講說 我們品牌在後面的有一些不同的規劃 那我們公司是在1947年成立的 那所以到目前來我是第三代 所以是我爺爺那時候成立的 那我們公司是以紗布起家 所以我們不是口罩廠 我們是醫療耗菜廠 那我們那時候主要的話 我們是以B2B為市場 所以大多都是醫院或是一些小藥局 盤商等等 我們是以這樣開始做的 那在外銷的話 我們大多是做OEM或是OBM 偶爾會做一些ODM 可是其實我們CSD品牌 在外銷以往是不太存在的 那在內銷的話 我們大部分就是做 醫院或醫療院所等等的 然後也同時以前是 做蠻多OEM的東西 那我們後面慢慢有在做一些改變 那我們公司以前組織 我們是有一個重點我想要提到 就是我們是一個沒有一個行銷部門的 那行銷部門 以前我們設計師是掛在銀館裡面 所以我們是不存在有一個品牌的維護 所以沒有行銷部門就一個沒有品牌管理 然後也沒有一個真的很專業的設計 然後再來很重要的就是 你沒有一個市場 真的會去做市場分析的 所以我們以前是處於這個狀態 好 那再大概讓大家快速的看一下 其實我們中衛以前Logo是這樣 跟現在的Logo有點不一樣 後面再會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新的Logo是怎麼出現的 那在以前我們的包裝也是這樣 可能跟現在大家對CSD印象 也是差蠻多的 不過我們是從這裡開始做的 那在名片也是以比較舊的方式呈現 什麼是舊的方式呢 就是說今天如果把CSD還有中國配材拿掉 換一個公司名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通用 這代表說這個設計的話 其實是沒有一個品牌定位的設計 好 那再來我們的DM也是一般 很一般 那前面大概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那因為今天我其實通常這個演講 是花差不多一個小時 然後我濃縮了30分鐘 所以我會跳得比較快 那後面有問題的話 可以提供一點 我們再來討論 那以前我們展場大概是這樣 就是直接沒有做任何木工 就是一個背板貼一貼 那以前我們的公司理念 我們的Slogan 是我爺爺那時候想到的 我們第一代的創辦人 健康經營服務社會 那這個其實就是真的 1947年在講的所有一個Slogan 可是我們現在要走到B2C的話 這個Slogan我們後面有做一些更新 OK 好 那我們歡迎來到我們的品牌重塑這個階段 那我們大概是2011年開始做一個品牌重塑的 那為什麼會從2011年呢 我們就會從這裡開始講 我們為什麼要做branding 我們為什麼要做一個rebranding 那我們的主要原因呢 第一個就是價格競爭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是做B2B B2B只要製造業 相信在場如果有的話 價格絕對是一個因素 那世界工廠一直變來變去 以前是台灣 過來變成內地 現在變成柬埔寨 泰國 越南 它永遠一直在變 那我們是以台灣製造為主 所以價格競爭永遠是我們碰到的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的話就是 所謂的行動還要一直在改變 它一直在改變 所以你的消費行為在改變 然後購買行為在改變的話 我們公司需要跟著改 那最大的一個改變就是 在SARS那一年發生的時候 其實你市面上慢慢看到乾洗手 現在你到處都有乾洗手 可是以前在SARS之前 台灣基本上是沒有乾洗手這個東西的 更不用說口罩 以前進到醫院 連可能在醫院的護理人員都不會帶 可是經過SARS以後 這個使用習慣還是改變 那當市場在改變 你品牌不跟著改的話 其實你永遠會慢一步 所以這就是大概這兩個原因 我們為什麼要去做改變 Survival為了生存 還有為了未來 就是這兩個原因 我們來做branding 好 那我們branding的話 在我們真的在市面上branding 做rebrand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branding preparation 我們在branding之前 其實前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我大概是在2011到2017年 大概在做這些改變 那你首先要準備的是什麼 其實是內部的整合 你品牌再強 如果你內部的人員沒有準備好 沒有人幫你去執行這品牌 所以前面我花了五年時間 在整合內部 那我們在整合什麼東西呢 第一就是我們的人員 人員的話 其實做了很多不同改變 那其中蠻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把以後要做行銷的部門 趕快創立起來 那我不夠的人員 我趕快增補 趕快做教育訓練 那其實這部分是為了 未來要做branding的時候 你所多需要的人員以外呢 其實也在做一個人事的風險管理 當你的branding持續要做的話 當你中間如果有人離職或是等等 你突然斷掉 其實對一個品牌 是一個非常非常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都有先做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你的execution tools 你有人員 但是他沒有工具 那什麼都不用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工具這方面的話 也去做了很多更新 不管是在我們升管方面的 就是所謂的工廠還有自動藏儲 到我們的軟體更新 硬體更新 這些都要去做一些升級 在你未來打品牌戰的時候 你才有這些資源 讓你的員工去用 那大概就花了五年時間 那五年後呢 我覺得大概準備好了 人員也準備好了 然後一些工具也準備好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品牌重塑 那我們品牌重塑的主要一個開始 是跟TBM 還有透過TBM認識的Subkarma 他今天也在這邊 他是我們的品牌顧問公司 那這個品牌顧問公司 其實它基本上幫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那從內部集合到外部 在外部集合到品牌定位 其實他做的這整套東西 大概要花六到八個月去做 那做這個到底是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最主要是找出我們的品牌定位 可是不是我們自己內部 或是我覺得我們品牌定位是什麼 是基於我們公司裡面的高層 然後還有一般員工 到我們的客人 還有我們還有做到消費性的測試 我們有做蠻多控制群組 然後包含幾千份的市面上的測試 所去找出來的定位 我們要了解我們自己 我們的強項 我們的弱點 我才能找出一個對的定位 所以這個大概花六到八個月去做 那我們一旦做了以後 我們就跑出一個這個 這就是我們品牌 品牌不是一個Logo 品牌不是一個公司名 品牌是我們今天這個Logo 這個公司名背後所存在的承諾 他在給你的感覺 這才是品牌 所以經過Suparmer幫我們做 這麼多的一些分析以後 他會說這就是我們的品牌 我們是專業的 我們有Style 我們又是創新 可是我們又是健康 又是Health 這就是我品牌後面的意義 這才是我品牌 CSC不是我的品牌 背後的意義才是 所以當我已經有這些意義以後 他們才決定說 好 那我們現在設計要開始 往哪個方向走 心有承諾 心有感覺以後 才做設計 所以他在整個幫我們設計 選擇的顏色 所謂的藍色 這個 大家所謂看起來 比較像 Tiffany Blue這個藍色 它是比較療癒的一個藍色 它是有心理學的 那黃色這個的話 其實是比較多 像跑車或是科技 它所會帶的 就代表創新 那你在灰的話 這種灰其實就是比較時尚的一種灰 所以我們就要把品牌年輕化 那相對的 它也會說每個顏色 它所應該佔的比例 它都會把你設定出來 去找出怎麼透過設計 去溝通你一個品牌的定位 那一旦定位出來以後 他們就開始會給一些建議等等的 例如說網站應該怎麼做 然後字體它的一些規範 像我們在有顏色上面只能做反白 或是字體要多大多小 然後最小可以多少 最大可以多少 他們就開始幫我們做這樣的定位 OK 那今天其實前面 那個都要花六到八個月 今天是講的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這些他們做完以後 其實它給我們的東西 是一個品牌的貿易產品 那有這些貿易產品以後 其實你公司要自己去做執行 好 那我們做執行的話 我們大概也分幾個階段 我們第一個階段其實 我覺得執行一個branding 其實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洗腦的一個動作 它就是一個brain wash 你持續一直講 持續一直溝通 其實慢慢大家就會變得很自然 對不對 我們持續 從三四年前 持續一直在市面上講說 時尚口罩 時尚口罩 彩色口罩 其實慢慢大家現在就覺得 口罩好像應該就是要有顏色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brain washing 那我們brain washing 我們從哪裡開始 我們其實從內部先開始做溝通 我們從內部先開始做brain washing OK 那我的理念其實是說 你內部如果都不懂的話 那他們如何去賣你這個品牌呢 如果你內部人員都不信你這個品牌 其實他們在往外推 去跟客人介紹去溝通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一定要從內部先開始做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洗腦動作 那我們在內部的話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完整的品牌課程 那我們是透 我們是由Sacromator的老闆 他直接來幫我們做一個解說 說我們這個品牌 品牌到底是什麼 是先從這樣開始 然後才說 全世界有哪些品牌有做得很成功 那是為什麼 慢慢才導入說 我們CSC品牌是什麼 我們是一個很完整的課程 那是從高層到一般作業員 他們全部都可以來聽 全部都可以來上 不是行政單位而已 是包括我們工廠那一面的 他們都可以來聽 他們都要懂 那在這家公司他做的東西 他會到達我們要溝通的訊息 OK 再來的話就是在整個工作環境 要持續去做一些更新 今天如果是創新 如果是年輕化的話 那我們就會在公司的 不管是硬體或軟體設備 或是整個設計 也會去做一些改變 再來就是內部的文件 因為當你去做一個品牌重塑的時候 你其實很多內部文件是舊的 它不一定會是你新的標誌 我建議就是一次要全部改 讓他們一直重複看到這個標誌 慢慢他就會直接覺得說 新的品牌 那是很自然的 比較不會有所謂的轉型 船長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會有一些抗拒的這種老員工 你要做就是做到位 要不然他們會覺得 你只是來玩玩的 對 OK 那我們內部做完以後 我們開始做外部 外部有一些很基本的 就像我們網站需要做一些更新 包括我們的貨車這一些 我們也持續有去做一些更新 包括我們的名片也開始改了 那這是我們的禮品袋 也是做得比較時尚一點 已經不是所謂的B2B的這種形象 那再來其實在我們內部的一些 其實這是我們的員工服 通常我們看到員工的制服 是就Polo 3 然後定制的 然後這裡就秀一個Logo 然後結果有可能去拜訪客戶 兩個人是穿一樣的 有時候就碰到這種尷尬的場面 OK 所以我們在做就會比較不一樣 我們就去完全展現我們品牌代表什麼 我們是年輕化 我們是色彩化 我是Innovator 所以我們員工服就是一件T恤 中間是一個Logo 那包含我們的 這也是我們員工的帽子 然後我們的筆記本 也都是比較活化一點 那這是我們的紅包 那這個是我們給我們員工的牛仔 牛仔的外套 我們都是把它 員工制服也要做到你品牌的這個形象 所以我們是從內到外都一定要這樣做 OK 那在我們的攤位的話 可能也跟影網會非常非常不一樣 它會有拍照的區 然後整個展位它是比較活躍一點 品牌有時候覺得說展覽 它只是一個找新客戶的地方 他們會忘了說你的攤位其實都代表你品牌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就是貼一張圖這樣就好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太能溝通一個品牌的定位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就是花了很多功夫去做一些改變 那再來的話就是產品照 產品照它也是展現你專業度的一部分 如果你今天產品照只是在辦公室 隨便找個白色牆照一照 其實那個質感還是沒有辦法呈現你的專業度 所以在我們的所有產品照 雖然我們一片口罩可能是幾塊錢的東西 我們也是找專業的來拍 這就是代表你的專業度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每一旦有這些材料以後 其實後面要講 consumer communication 是比較屬於B2C的一塊 如果在產有很多B2B的話 其實我剛剛在講的那些 就是所謂B2B要做轉型一定要做到的 再來B2C的這一塊是 consumer communication 比較屬於B2C 那 communication到底是什麼 首先說剛剛已經有一個品牌的形象出來 可是我們在品牌形象出來以後 我要怎麼去跟消費者溝通 那我們在整個品牌形象出來以後 我首先想到就是 我再要推什麼一個新品 要創造一個明星的商品 代表我一個新的品牌 OK 那就是翻轉品牌的形象 新品品牌 然後它也是一個溝通工具 你所有產品都是你一個品牌的溝通工具 OK 那那時候我就開始想 我們那時候其實只有做這三個顏色的口罩 那口罩只是我們其中一個商品 可是這個商品是 應該是在我們Top2的一個商品 category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們口罩已經是我們熟悉的東西 所以如果透過這個去做一些創新的話 其實我風險也是低的 其實都有考量過 那再來就是 我自己本身以前也不是很愛戴口罩 因為當戴口罩的時候就覺得 旁邊會覺得說我是不是感冒了 或是我剛從醫院出來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做一些改變 讓這口罩可以整個轉型 然後也可以符合我們品牌的一些價值 那我們就往這方面去想 風險也是最低的 那我想了以後就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就把它做很多不同顏色 很多不同顏色的話 其實現在就是有一個商品市場 還有一個是每天都戴口罩 那口罩如果跟衣服一樣 每天都要戴的話 那它是不是也跟衣服一樣 每天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紀錄的發想是來自這樣的 那當然有很多其他細節的考量 可是大概是這樣 那一旦我們有口罩以後 一旦我有這個想法以後 那我們就開始說 好 那我怎麼把這樣的商品 做成一個符合我的品牌照的 的一些交流所需要的材料 那我們就出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一旦有商品以後 如果你在視覺 在溝通 沒有辦法去呈現或表達 你想表達的感覺的話 那其實你商品再好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在這方面 就去創造出一些比較創新的 那這個的話 其實我們在整個拍攝方式 它是比較屬於保養品 或是化妝品的一種拍攝手法 它的妝也不會特別濃 然後是很乾淨俐落 那我們在上面這張圖 我們想溝通的是什麼 今天 因為那時候其實 在整個台灣 空污其實是一個很主要的話題 那我們就想跟大家講什麼 今天你出去外面什麼都不用 你只需要一片口罩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概念 它就代替你的衣服 去呈現你的性格 有點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是一個比較好玩 那下面這些的話 我們都是由半身這樣去踏 然後這就是很保養品的做法 那我們包含這攝影師 他也是專門在拍高色彩度的 他其實是莫文衛的專屬攝影師 他是很厲害的 然後拍高彩度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都有去做規劃 那再來的話 其實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會分成三個階段 我們在2018年的話 其實是我們真的這種新的形象 就開始開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是要講什麼 一個新的風格 我們是一個新的風格 風格是一個新的品牌 有點這樣的出發點 後面才講說 我們是一個很酷的一個品牌 然後到今年我們才要講說 是一個風格的印象 我覺得其實在交易 大家要記得要分很多不同階段去做 那我們是以這樣的方 所以如果我們一開始出彩這口罩 就說我是一個時尚的印象 大家會覺得你們是誰啊 什麼就有點太跳了 所以一定要分階段去溝通 OK 那在我們溝通的話 其實我們溝通剛剛想要表達那幾點 我們是用很多不同的工具 我們第一個是有FBIG的一些社區媒體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電商 那我電商後面會講為什麼放在這裡 再來我們是我們的官網 還有一些廣告的投放 還有一些媒體曝光 那我們首先的社區媒體的話 我們會依照不同的社區媒體去放不同的照片 因為像FBIG和IG的話 這樣比起來 IG其實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我們會根據不同的社區媒體去放一些 它的貼的一些形象 OK 那在電商的話 其實電商 對它是一個有收入來源的一個平台 可是對我來講呢 其實電商它更大的一個價值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你能賺錢又能打廣告的地方 所以在這上面的話 我才會這麼注重這種商品照這種東西 因為你這個上去是全台灣 甚至可能全世界都看得到的東西 所以商品照你在這裡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那有時候做活動 你會有這麼大一個圖 如果你不趁這個機會 好好去呈現你的品牌的話 那它在上面的銷售可能也不會你想像的那麼好 所以我才會把它歸類在一個溝通的一個tools裡面 那再來就是官網的優化 你官網的話 一定要符合你新的品牌想講的事情 那今天我們是想講 我們是比較創新 我們是可能一個比較brand的一個公司 已經不是B to B 是B to C 所以我們在網頁我們是裝了很多不同語言 不是只有中文和英文而已 我們日文 韓文 西班牙我們都會放上去 那再來就是廣告投放 廣告投放其實我覺得 這我想講的就是我們連飲料店都會放 那應該是說你要投放的地方 是要符合你TA 不是最貴就是最好的地方 那後面的話就會有一些媒體的曝光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品牌從事後的一些效應 那其實第一的效應的話就是一人合作 其實這是針對我們的品牌 那今天我們可以跟像謝金燕這樣的人合作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品牌做得夠紮實 他才願意跟我們合作 我想強調的這件事情 謝金燕不是我們的代言 他只是跟我們一個合作案 所以是沒有任何代言費用這樣的東西 那是因為我們的品牌是符合謝金燕這個品牌 那我們做得夠穩他也認同 所以才有這樣的合作機會 那這裡就是像一旦有跟這種藝人合作機會以後 其實後面有很多一些廣告的這種免費的錄出 這樣一品牌做得好其實這些都是一種效應 好像這個我們是並沒有花任何錢的 那後面的話其實我們周湯豪我們只是單純送他孔照 可是他因為很認同我們品牌 也很喜歡我們品牌的產品 所以他就是動不動就會自己破紋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你只要品牌做得穩 你商品做得穩都會有一些效應的 那再來就是你跟那麼多一些藝人合作的時候 其實很多報導 其實你品牌的關注度就會提高 那其實很多這些電視採訪 宅室採訪都是一種免費的一種宣傳 那再來的話其實當你有那麼多曝光 那麼多合作案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你跟通路談判的一個籌碼 這也是效應 當你願意去花在你品牌上面一些資源 或是規劃很好的話 願意花時間和金錢 其實通路都會看得到 自然而然你在上架其實都會變得比較輕鬆 那甚至在有一些通路我們上架 根本就不用上架費的 因為他覺得你已經把這個錢花在你做品牌 他並不需要再去特別做什麼活動去推廣你的東西 其實這都是你的籌碼 那再來也會再跟一些通路 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合作案 那其實透過品牌 然後透過很多交流 我們就增加了這麼多通路 包含畫不同國家 那再來呢 其實你一旦通路鋪惡進去 你也上了療價 你的業績其實自然而然就會提升 那其實在網路呢 我們在2018和2019 其實我們都是醫療館的十大廠商 這都是我們慢慢做到的 對 那再來呢 你一旦開始有這麼多的曝光 這麼多銷唆 這麼多店面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很多一些不同的品牌 想跟你跨界合作 那這個是我們在跟德國一個品牌合作 然後是在他的時裝周 所一起合作一個案子 基本上我們的口罩就是他的邀請函 也是他的一個Ticket 你沒有戴他的口罩 就進不了這個時裝周 所以就是就會有一些這樣有趣的 那當然這些合作呢 會帶來更多的一些媒體曝光 甚至在德國的報紙裡面都有出來 那德國其實要上到他報紙的話 是非常非常難的一件事情的 那再來也是有像跟法國L這種的聯名口罩 也是他認同我們品牌才願意跟我們聯名 要不然這種國際大廠呢 他其實基本上很少會開放聯名這樣的一個選項 尤其是我們是一個很local的一個台灣的一個公司 那再來的話也是迪士尼的大家很熟悉的 其實這些合作案呢 都是因為品牌做得夠穩 因為品牌communication做得夠明確 他才願意跟你合作 包含台灣的金馬獎也是 那這個是下個月 11月才會出來的 那跟華航也有合作 那跟一些電影我們也有做一些合作 那其實我剛剛想講的是什麼 其實我想表達這幾點 品牌一旦做得好 你基礎打得強 然後你溝通也做得好呢 它就會變成銷售 你銷售好呢 它就會有新的機會出來 你一旦吸的機會出來以後 你跟這麼多不同品牌的合作也好 其實它是又會重新塑造你的品牌 它是這樣的一個循環 它就是這樣一直在走 只要你一個健康的品牌操作得好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循環 那你永遠就有辦法生存 你永遠一定會有未來 因為你品牌每一年每兩年一直在翻轉 那其實我們想說那個循環的話 大概就跟大家看一下說 這循環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2019年是以這樣的形象在呈現 剛剛是2018年 這是2019 它變成一個比較酷的一個品牌 所以我們在整個拍攝手法 都是比較酷一點的方式去做 那像這個也是我們在華納威秀 我們就是把它做得很像海報的方式 電影海報方式去呈現 然後它就是我們形象 每隔幾年也會做一些形象片的拍攝 那我今天不會播完 不過我們網站都可以看 它就是一種比較抽象的方式 它比較酷的一個品牌的方式 那到了2020年我們去過德國 我們去過玻璃時裝週等等 我們去轉換它的一個品牌照 到2020年這個 cycle我已經回來了 我們現在要溝通的就是fashion icon 一個時尚的一個概念 那時尚的一個概念 它在整個像我們這個拍攝手法 它也會變得非常非常時尚 這就是我所會講的 你每一年溝通的東西 都要分階段去溝通 大家才有辦法去cash到這個 你想要溝通的東西 有時候跳太大的話 大家不會理解 所以像我們今年就是 比較以這樣的方式去呈現的話 大家可能理解 口罩現在是個時尚 要跟我的衣服 要配 對 所以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OK 那我想最後做一個結尾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就是說 A well executed brand brings infinite possibilities 當你一個品牌執行得很好 很成功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不同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很多不同的發展 那我們舉個例很好了 我們也沒有想到說 以前在做品牌沒有想到說今天會 會有人在收集口罩這件事情 我們三四年前怎麼會有想到 會有人這樣在做呢 可是確實我們那時候打基礎 做得很穩 所以今年我們才有辦法 透過大家對口罩比較關注的時候 所做出來一些成效 那我們其中一個舉例好了 這是我們大概上禮 禮拜所發表的 這是我們這次在醫療展所呈現的 那這是我們的攤位 我們攤位全部刷白 我們只有這樣一個一個格子裡面 會呈現我們的商品 那其中一個格子裡面 它就是呈現一個這樣的畫面 我們這個展的話 其實就是在呈現說 現在這個商品已經不是一般 平常要戴的藍綠口罩等等 去醫院才會戴 大家已經把這商品看成是一個 時尚配件 因為你整個環境在改變 使用方式在改變 你購買方式在改變 所以我們這次的展覽 就是呈現這個改變 那我們在每個裡面呢 就會有像這樣的一個轉軌 有金馬的等等 那今天會秀出一個飽和力的就是說 我們以前沒有想到 我們會有機會 跟一個這種國際的珠寶品牌去做合作 真的 我們只是一個 和美開始的一個品牌 和美 彰化和美開始的一個品牌 做夢有沒有想到 寶克力會願意跟我們合作 可是就是因為我們品牌執行的夠扎實 當時機到了 有這個機會 那我們才有辦法說 他們才願意跟我們合作 我們有辦法提出一定的品牌的知名度 來跟它合作 所以我覺得說品牌它很重要 就是因為你品牌做得好 其實真的未來有很多很多 你可能想都沒有想到的機會會發生 那這就是所謂的一個整個 cycle 那我今天的演講到此為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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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